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萬事如意 新春吉祥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開始 那這個江老師啊 那你剛剛都已經12生肖都已經講過一輪了 那接下來呢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 呃選出來 呃 龍年喔 這個運勢最好的這個三個生肖 我給你這樣 我給你說出最好的幾個和最不好的幾個 可以吧 好可以 好 來你先講好的啦 欸 龍年排行第一 是運勢 欸運勢最好 運勢好的是生肖雞 哦 生肖雞 運勢第二好的是生肖猴 生肖猴 欸 運勢第三好的是生肖鼠 那怎麼沒有我的羊啊 哦 好了好了 啊 生肖雞 生肖猴 生肖鼠 啊 那 那 前三名 呃前三名啊 那 那 你在你在覆盤一下 各自是好在哪裡 啊 首先呢 生肖雞的好我剛剛說過了 啊 游民必穎 求財必封 對 犯法都沒有 有名有利 啊 警察還都不會抓你啊 啊 對啊 欸 然後生肖猴的好呢 是什麼呢 是因為 生肖猴在明年 呃 就是說 財運很好 啊 就是他會有很多賺錢的機會 OK 發財 哦 財運好了 除了 嗯 也就爛桃花給他減了減分吧 哦 OK 生肖猴 就小心爛桃花啦 其他就是財 財也很多 哦 還有那個老鼠 嗯 然後生肖鼠呢 是因為他要幹什麼 他要拼 他只要拼就能出成績 嗯 嗯 他只要拼就能得到 嗯 嗯 有耕耘就有收穫 對 其他生肖可能是你有耕耘 也不一定有收穫 或者收穫也不一定是跟自己的耕 跟自己的付出是成正比的 哼哼 啊 老鼠 生肖鼠是絕對可以的 哦 甚至是比自己的生肖還要高的 好好 所以就龍年就恭喜這三個生肖啊 是你們你們這這龍年這三個生肖最旺的啊 但是還是 佳老師剛剛雖然說 哇 但不管怎麼樣也是 就是還是 第一 就是不要不要太高調 然後踏踏實實的一點 這個總是對每個生肖來講 總是好的 你不要不要就是得意忘形了 因為自己自己那個運勢好了就就就怎麼樣 呃 比如說生肖機雖然犯法警察都不會抓 但你真的犯法可能隔一年也要抓你了啊 是不是啊 好好好 來那 那我們其實我們 其實運勢好的這種東西就是講一講也就也就也就過去了 但是這個算命先生呢 最喜歡算人家運勢不好啊 因為算人家運勢不好就可以再說 所以呢 我要收一筆錢來幫你改運啊 對不對啊 算命的都嘛 這樣啊 所以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是重點啊 龍年運勢最差的生肖 前三名 倒數第三名是生肖兔 倒數第三 喔你先從倒數第三開始 生肖兔運勢最差 差在哪裡 生肖兔 生肖兔的點在於 呃 怎麼說呢 就是說 他的小人 喔 范小人 嘿嘿嘿嘿 因為生肖兔的小人非常多 嗯 嗯 那 那這個生肖兔 他要怎麼化解他這個運勢差的這個部分 我還沒說完 而且生肖兔 他還有一顆天空星 天空星是一顆需要的星 就是讓他年尾不會得到任何的收益 就他這一年賺的錢 做白宮啊 喔好 是不是 運勢差到都還沒講完 呵呵呵呵 這麼差 好啦那 所以對於生肖兔來說 給他的一個小建議 對怎麼化解 安太歲 安太歲 除了安 還有一個小建議就是什麼 就是說 讓他盡量把錢 變成 保值的東西 比如說 比如說黃金 比如說黃金 比如說把錢給 給自己家裡邊的老人幫代管 嗯 或者把錢 就是說變成一些 呃怎麼說 千萬不要買理財產品啊 因為買理財產品很容易 因為理財有風景嘛 投資需謹慎 喔 買儲蓄型保單啊 喔 對對 對保值的那種就沒有關係 儲蓄型保單啊 或什麼定存啊 或什麼什麼那種 反正有很多種那種 呃 就是 保單類的也可以啊 保險類的商品啊 喔 是的 喔好 那 那小人的部分咧 小人的部分 剛剛也說過呀 貨從口出啊 嗯 就謹嚴盛行 只要管住自己的嘴 就可以啦 謹嚴盛行就可以 管住自己的嘴 喔 好這個 這個是屬兔的 是不是啊 啊 對 然後 然後倒數第二差 喔 第二差的 生肖狗 喔 第二差的 生肖狗 差在哪 因為生肖狗 我說過財運非常不好 很有可能傾家蕩產嘛 嗯 所以在這呢 就要給生肖狗朋友 兩個小建議 第一 不管幹什麼 嗯 不要離職 都不要斷了自己的金元 喔 越共 為什麼呢 因為生肖狗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賈臣龍年裡邊 玫瑰人 喔 玫瑰人 沒有人會在關鍵時刻站出來 挺身而出的救救你 或者挺身而出的來放出 深陷困境中的你 嗯 所以你必須要學會自救自救的方式 第一就是不能改變現狀 嗯 你要努力的幹下去 嗯 就是把自己現在手頭的工作做好 嗯 因為只要你不就是沒了 每個月的收入月薪啊 月供啊 或者說薪資啊 你很有可能 你的資金鏈就會斷掉 嗯 嗯 你很有可能 就要去吃未來的 超前消費 吃未來的 套信用卡或者借貸 嗯 或者是很有 要吃老本 嗯 嗯 自己的儲蓄存款 那麼到最後的結果 來了 嗯 嗯 就是它會讓你花很多很多 自己存給 未來自己的錢 或者是曾經自己存下來的錢 所以不要離職啊 對 所以一定不要斷了自己每個月的收入 OK OK 嗯 咬牙也這個工作也保下去 哦哦 生肖狗 對 對 保下去就好 今年今年是保 就是保值的一年哦 好保守的一年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 龍年運勢最差的一個生肖是誰 龍 就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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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生肖龍 是怎麼樣 對 因為生肖龍在 在明年 很有可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多重打擊 嗯 他的壓力來 他的壓力會非常大 他的負能量也非常足 嗯 就是即便是一個再堅強的人 也可能經受不住這些壓力 嗯 這些打擊 嗯 因為原本平衡的打破 會讓曾經很高調很光芒四射的一個人 被血藏起來 被關在小黑屋裡邊 嗯 然後他失去了自己的施展拳腳的一個平台 嗯 所以在這裡我要給生肖龍朋友一個一個 怎麼說叫 建議 呃 不是建議 叫什麼叫 提前一個小預測 就是小預告吧 嗯 就是 下半年財運會好起來 會慢慢慢慢好起來 嗯 下半年 所以只要把上半年挺過了 下半年會越來越好 嗯 哦 但是千萬不要 一開始就把自己的格調定那麼高 嗯 嗯 因為你根本做不到 嗯 其實你想 你還不如把時間用在陪伴自己家人 陪伴自己的子女上 是 你有說就是保守一點 嗯 等著下半年的時候再慢慢慢慢放開手腳 哦 好 更好 OK 好 所以這個屬龍的這個各位啊 雖然你們是龍年運勢第一差的哦 但是也是你們就是 今年也是屬於保守一點的 那下半年你們會慢慢慢慢的這個 呃 運勢起來 哎 你說 我給屬龍的朋友 我給屬龍的朋友說一句話吧 好 就是 呃 好長時間沒有陪伴家人了 正好運用這個時間段 多陪陪孩子 多陪陪 多陪陪配偶 嘿 出去了一個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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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OK 就不要制定一些什麼比較突破性的計畫了 啊 今年還是保守一點啊 所以其實 呃 哦 所以這幾個生效 哦 我們今年大概就 就是參考一下這個蘇 姜老師的建議好不好 這個聽聽無法 好來那個 那接下來呢 非常謝謝姜老師替我們分析這個生效 好那個 反正你們每個生效大概怎麼樣 運勢當然也就知道了來 那我們接下來呢我們要 給大家來 來磨一下福利就是說因為我們 影片結束了但是 新的一年才要開始 謝謝大家對我的頻道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的頻道呢現在開了新的 會員等級白金會員 加入我的白金會員呢可以看到 白金會員專屬的影片還有白金會員 專屬的直播 那至於專屬的影片是什麼 還有專屬直播我都在講什麼東西呢 歡迎大家加入我的白金會員 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春吉祥萬事如意 最重要的是恭喜發財 掰掰 よろしくให你們拍拖 我們erapear 其他的 超級暗示的